很多人对Multiple Family投资非常感兴趣,可是却因为Multiple Family投资往往建筑面积大,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门槛高而去步。 您知道吗,在DC您可以通过Conduct Conversion的方式,将一栋房子通过分割加盖等方式,变成一个由多单元房组成的建筑。 由于DC的城市土地极度稀缺,人口密度非常大,几乎没有多余的闲置土地用来建造新的房屋。 因此,政府在有些地区允许业主将一栋房子通过分割,转成一个Multiple Unit的房子,也可以说是从一个Single Family转变成一座由多个Unit组成的Conduct,每个Unit可以分别的出售或出租。 相对于传统的装修Flipping,Conduct Conversion可以带来更好的投资回报。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房子是不是适合用来做Conduct Conversion的项目,就要看一下几点。 第一呢,首先要看这个房子所在的这个位置的Zoning是不是云。 第二呢,要看这个Nabel Home未来的发展。 这个地方的房屋需求未来是不是处于增长之中。 比如DC呢,非常热门的西北区,乔治城等地区都属于比较高的需求地区。 第三呢,要对工程改造的价格,相关的花费和预计完工销售的价格有一个预算,从而判断你的项目的可行性。 下面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典型的Conduct Conversion是什么样子。 在DC呢,大部分都是拿Townhouse来做这个Conversion的项目。 比如这一栋。 这是一栋建成于1916年的百年老房,共有四层。 现在呢,已经被分成了两个Conduct Unit,Unit一和Unit二。 下面两层是一个Unit,第三四层呢,是另一个Unit。 每户呢,大约有1700平方尺左右。 楼上Unit售价就15万,楼下Unit售价85万。 有的更大一些的房子,也有分成三户,四户,甚至更多的。 这要根据房子的实际情况和租赁来综合考虑。 如果您对这一类的房产投资感兴趣,欢迎联系我,我是Quini。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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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